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打开洛碧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黄金兄弟 Golden John 由钱佳热指导 郑义健 陈小春 谢天华 曾志伟主演 还有蛇诗曼特别演出 这部电影主打古后宅兄弟人马重剧 卖情怀也卖港产片的魅力 看预告片的时候 原本以为会是一部帅气豪情的神偷片 不过找来这个卡丝 似乎其实是更想要打造成一个 由兄弟之间组成的Family 港版玩命关头 动作场面非常有港产片的水准 然后到世界各地去的那些飞车场景 更是让人感觉到这部电影制作的水准有多高 有些地方会让我觉得有他们预算多到 不知道该花到哪里去的感觉 虽然没有玩命关头那种风格的速度感 不过排场跟华丽部一点都不会输得更多 甚至更加的真实 剧情主题延续了古惑仔的兄弟之情 有几段戏都可以看到剧本非常卖力的 想要告诉你兄弟之情有多么的美好 以及和曾志伟饰演的角色之间的父子情 要不是这几位演员他们之间 本身给人的幸福度非常的够 不然真的有点装和做作 剧情还可以就是不断的制造动作场面 但是反派的故事线真的没有办法说服我 有些地方真的不是很懂他要做什么 有点只是为了要让主角有个可以对抗的对象而已 这次也没有东兴这个外来势力要来真地盘 造成没有很清楚的剧情主轴 再加上剧本中常常要有跳过好几年的时间 也显得整个故事有点零碎 我自己是觉得主角和反派之间应该要在决战之前 再多一些些的交流会更好 问题就在我们不知道这个反派到底要什么 主题还是在男人之间的兄弟情谊 可以有多少种的变化 最后结局的那个真相还不错 算是有打动到我 其实这部电影是有把动作戏 还有family的感情戏 很努力的柔合在一起 老实说是没有太差的 这一件的魅力还是在 陈小春则是越老越帅 曾志伟则是帮这部电影加了很多的分数 一块不可缺少的情感层面 《黄金兄弟》是一部可以一看的港产动作片 不能说超级好看到 可以媲美纵横四海那类的经典 或者是古惑仔全盛时期的那几部 但基本上还是出色的 也有一些感人的部分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部分 是这部电影少了一些拳打脚踢的动作戏 无论你是对古惑仔怀念的朋友 或者是想要一部火力强大 轻松明快的动作片 《黄金兄弟》都是你的好选择 特别推荐给想要学习 怎么跟朋友一起帅气的 在大马路上走来走去的你 去欣赏 《黄金兄弟》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柔宇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